1976年7月25日 一位NASA科学家正在研究火星塞多尼亚地区的照片 他看到了一些东西 他愣了两秒钟 反应过来他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在火星表面 距离地球两亿公里外 有一个人脸形状的建筑 它非常大 有1.6公里宽 上面有很明显的两只眼睛 一个鼻子和一个嘴巴 在那个脸周围有金字塔和一些看起来很不自然的建筑物 它们看起来都像是人造的 第二天 NASA举行了一次关于火星照片的新闻发布会 但是没有人关心这些照片 所有人都在问关于那张脸的问题 谁建造了它 这是不是一个先进文明已经灭绝的证据 它是不是一个宗教建筑物 对于这些猜测 NASA说他们拍摄了该地区的第二张照片 那张脸只不过是一个视觉错觉而已 不过这里面有个小问题 NASA一直不愿意展示他们说的第二张照片 NASA究竟在隐藏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NASA不愿意让我们了解的火星的秘密 大家好我是老克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兵的阿部主 几个世纪以来 我们一直被那颗神秘的红色星球所吸引 古埃及人将火星视为死亡战争与灾难的代表 希腊人用战神阿瑞斯来命名火星 但直到19世纪我们才真正第一次观测到1877年 意大利天文学家乔瓦尼斯卡帕雷利对火星进行了详细的观测 他在火星表面上看到了奇怪的标记 他称之为卡拉利 卡拉利在意大利语中有运河的意思 所以报纸在听到这个消息的话 错误的认为火星上有人造运河 这导致了关于火星上可能有智慧生命的猜测 随着技术的发展 太空竞赛的全面展开 获得火星近距离照片成了冷战两个集团非常重要的竞赛项目 1975年 NASA向火星发射了两艘航天器 维京一号和维京二号 这两个探测器 每个都包含了一个带有高分辨率摄像头的禁地卫星和一个着陆器 1976年夏天 维京一号和维京二号终于到达了火星 两个禁地卫星拍摄了数千张火星表面的照片 NASA科学家托比·欧文被指派根据这个照片寻找一个可以让着陆去着陆的地点 当欧文在照片35-A72上发现了那张脸时 他非常兴奋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照片了 于是就有了我们视频一开始说的那个故事 其实塞多尼亚也是维京二号着陆点的首选地之一 这个地方地势平坦 能见度很好 还有神秘的物体可以探测 但火星人脸照片发布之前后 维京二号却降落在了一个被称为乌托班普利尼西亚的地方 这个乌托班荣芜 多岩石 而且没有任何特色 很明显这里一点都不乌托班 当时参与该任务的科学家就抱怨 这就像降落在撒哈拉大沙漠里一样 还希望在沙漠里找到一个花园 那为什么着陆点会在最后一刻改变成乌托班呢 塞多尼亚有什么事情是NASA不希望我们看到的 嗯 答案是肯定的 有很多事情 有一点啊 像这样的纪念碑通常不是孤立建造的 在埃及或南美洲发现的金字塔并不是单一的结构 它们是由建筑群 城镇广场和寺庙组成的 庞大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生活在火星上的古代文明 创造了一个人形头像的纪念碑 我们一定能在附近找到其他的结构 这正是我们看到的 在火星人脸附近有一座金字塔 人们称之为城市广场 靠近那些金字塔的地方有一个绰号为 堡垒的物体 它似乎是一个倒塌的金字塔 所有这些看起来奇怪的结构和金字塔都在火星人脸附近几公里之内 现在我们通用的解释就是 这是个巧合 但是这不奇怪吗 且不说这样对称的结构在自然界里形成的可能性有多大 而且还集中在一处 不过后来一位名叫埃罗尔托伦的专业卫星成像专家 开始研究DNM金字塔 他曾经在美国国防测绘局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分析卫星图像 并且决定哪些物体是自然的 哪些物体是人造的 他在看了照片后说 这里的所有物体 包括那个脸 都不可能是天然产生的 托伦称这座金字塔为火星的罗塞塔石碑 他还发现在该地区其他物体之间 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奇怪数学关系 随着更多来自火星照片的传回 我们发现了更多的奇怪物体 这个呢 是一个极高几乎完美的矩形巨石 这是另一个巨石 这个巨石高达16公里 如果这个巨石在地球上 它将延伸到云层之上 顶部非常高 即使飞得最高的飞机也不能飞越了 而这个物体被称为沉船 因为它看起来像一艘船的残骸 可能是一艘古老的飞船 或者一艘古老的护轮吧 而这张在2022年5月份 号七号火星车在岩石表面 却发现了一个雕刻的门 而这里在地表上是一个巨大的痕迹 超级大 什么样的机器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物体看起来不像是天然岩石形成的 它被称为火星图腾 你可以说 轻石造成了火星上大多数奇特的特征 但这个非常奇怪 我不知道怎么轻石能做到这一点 好奇号在2015年拍摄了这张照片 它看上去像是有东西挂在了悬崖上 而这个是一个圆顶 或者一只长毛的顶部 这些结构被著名的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称为 剥离如虫 这绝对不是岩石形成的物体 还有这一系列静置的图像 图像显示一个弯球在火星上到处移动 怀疑论者说这是一个死线素 但明显死线素不会在画面上移动的 此外 它肯定比一个线素大 这里还有一个让我更震惊的东西 看起来像是法门或者齿轮的印记 这张照片是用基约号的 微型成像仪拍摄的 这有可能是一个古代机器的一部分 最后这是2000年由火星全球勘测者拍摄的 这个碟形物体成功地从周围景观中脱颖而出了 以上这些只是在火星上发现诡异物体的冰山一角而已 在1998年 NASA发射了一个名为火星全球勘测者的新型探测器 尽管有更新更好的相机可用 但NASA以安全可靠为理由坚持使用旧相机 而且NASA再次不想拍摄塞多尼亚地区的照片 但在公众的压力下 他最终同意拍摄几张照片 1998年4月5日 NASA终于发布了一张关于火星人脸的高清晰度照片 这是一张颗粒感强 噪点多 观线不好 而且天气不佳 且经过多重滤镜处理的高清火星人脸出现 就在这照片发布的单晚 美国很会挑事的媒体人立即将这张照片命名为猫盆照片 意思是这张照片一定是NASA哪位员工家里的猫从猫屎牌里跑出来的 而NASA的一位承包商兰德弗莱尼 想使用发布的照片复原原图片 在应用了14种不同的PS滤镜后 他成功了 他意识到这样的照片后期不可能是偶然事件 也不可能是不乱 我们来看看这些火星图片 自从第一批来自火星的彩色图像传回来后 它们一直被一种奇怪的橙色雾气所摟造 NASA说 这是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红色尘埃 火星上的二氧化碳不像地球上那样呈深蓝色 而是灰蓝色 再加上火星上的各种富含铁化合物的尘埃 使得火星的天空呈现出这种奇怪的红蓝色 这些照片使火星表面看起来像是个奇怪的外星世界 不过 它们的颜色并不准确 没有什么东西会像照片里那样统一的呈现出一种颜色 可能是为了让火星看起来更神秘 或者更神秘的漂亮 以揭发人们对太空探索的兴趣 在发布火星照片之前 NASA将图像进入了后期处理 这其实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著名的串身之柱其实都是NASA经过后期处理后 才显得那么神秘而转换的 在我们使用Photoshop的自动校正假色功能后 这张照片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再来看这张 NASA其实也意识到它们的橙色滤镜技术很容易被发现 所以最近的火星照片不再有奇怪的橙色调 现在即使NASA的照片也显出出蓝灰色的天空 景观中有许多不同的颜色 但为什么NASA不希望我们知道火星有蓝天呢 可能因为这样一个假说 一位曾经效力于NASA的科学家提出的一个假说 而且他还找到了证据 火星上曾经有海洋和厚厚的大气 能够支持生物 只能生命在火星上生存进化 这个文明建造了火星人脸和其他所有的金字塔建筑 但在数亿年前 火星被一场大规模的全球核战争所毁灭 而证明它的证据就来自号奇号火星车 号奇号火星车于2012年8月抵达火星 并开始分析火星表面的样本 NASA的科学家希望找到含有高度氧化铁的土壤 他们确实找到 但没有人会料到同时还发现了大规模核战争的证据 化学分析显示 火星的表层土壤含有大量的鲜129 只有一种已知的过程产生这种特殊的鲜铜维素 核武器爆炸 在过去的70年里 地球上进行了超过1000次核武器实验 每次核弹爆炸时 爆炸地点都会留下少量的鲜129的痕迹 火星土壤中的鲜129的含量 仍然是递出的1.5倍到2倍 这就是前NASA物理学家和著名的火星研究员 约翰·布兰登堡博士提出的 核武器毁灭火星论的证据 他是这样说的 他还表示 为了在表面成绩如此多的鲜129 核武器必须有帝国大厦那么大 单量相当于7.5亿吨TNT 作为比较 广岛头下的核武器单量只有1.5万吨TNT 所以这是一次比广岛爆炸强5万倍的爆炸 布兰登堡博士在火星上发现了两个热点 这两个热点的核辐射水平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高 而在这两个热点中间的位置 正好是赛多尼亚 火星人脸 金字塔 和其他建筑物的位置 经过同位素测定 爆炸时间应该在15亿年前到30亿年前 也就是说 15亿年前到30亿年前 火星可能是一个像地球一样的蓝色星球 覆盖着海洋和厚厚的大气 之前没有人知道火星是如何失去这三大气层呢 而现在这种规模的核爆炸将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理论 但它更加令人不安的是 如果一个智能种族在火星上创造了 火星人脸和金字塔这样的宗教型建筑 他们应该不会有那么先进的技术来制造核弹 他们可能还应该是一个铁器时代的文明 这意味着另外一些人引爆了这些超量的核武器 他们是谁 外星人或者其他的什么 在火星上发生这件事情时 地球上最先进的生物还是爬行动物 我们人类还没有进化出来 所以摧毁火星的人忽略了我们 亦或者说 那些描绘史前核战争的图景 说的就是火星的核爆炸 那我们是不是正在随时随地地受到这样毁灭的危险呢 另一个理论是 火星上的智能生命确实达到了先进的技术水平 足以在和末日中摧毁自己 但在那场灾难性事件之前 这些类人生物中的一小群逃离了火星 那么逃离的火星人 还有可能就是现在的我们 这两种可能性 其实我自己更愿意相信第二种 因为至少第二种可能 毁灭的剑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而第一种可能性 可能就印证了黑暗森林里的那一句 毁灭与你何干 现在火星核战争理论被拒绝进行同伤平 但无论对与错 这总有一个过程 并且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有趣理论 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大家嘲笑的对象 或许马斯克的星舰和火星计划 会成为我们揭开这些秘密的契机 虽然NASA说那里什么都没有 所以去那里探索只是滥费资源 我完全同意 火星人脸和金字塔 使人造结构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几乎为零并不是零 如果火星上的火星人脸和金字塔 有一丝可能是由外星文明建造的 我们都应该去尝试探索一下 毕竟就可以告诉我们 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孤独 好 谢谢大家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